朋友们主角会说话的一致角色长一篇的制作方法来了 不是简单的根据脚本帮你搜罗素材评接成影片 而是教会你用每段影片的最后一周来进行图片生成下一个场景视频 只要你想一分钟或者十分钟的小剧场都可以生成出来 你以为自己安全了吗 真是天真 我无所不在 无论你走到哪里 我都会找到你 小心 我就在你身后 还会接受AI语音的最新突破功能 自己来设计声音 如果我不说你根本猜不到这是AI语音 啊哈 Captain set sail for adventure Now you can create any voice simply by typing a text description I lad there's magic in these old bones yet Or how about the voice of an angry ogre Get out of my way if you know what's good for you Or maybe you want a cute little sassy mouse Watch out big world I'm small but I'm mighty Whether it's for videos games or any other projects Voice design can help turn your ideas into reality I predict a great and powerful destiny for you So try out the new voice design today 本期视频会用到不少很好用的工具 要看到最后哦 先给我点点订阅 马上带你上车 我们先要生成带有节日氛围的图片 IDgram除了支持中文文本书以外 我最喜欢的是它能够生成各种IP 比如马斯克在吃香蕉 悟空和路飞 还有长城 如果你还没有使用过这款工具 那推荐你去看我之前的影片 IDgram 2.0 OK 单机以下输入框这里会弹出一个文本输入框 还有下面的一些生成图片的设置 一个皮肤苍白腐烂衣服破烂的女僵尸 穿着红色的衣服 站在一个阴森的墓地里 她拿着一个巨大的雕刻南瓜 带着邪恶的笑容 周围是薄雾和诡异的阴影 满月头下不祥的光芒 照亮了她怪异的容貌和她周围的万圣节装饰品 下面是图片风格的设置 第一个选项Auto 就是让IDgram按照我们的提示词来生成对应风格的图像 但是如果你有特定的风格选择 建议就不要选择自动了 比如可以选择General通用 或者Realistic现实的 后面还有设计风格 3D风格 还有动漫风格 来到右边 特别要讲一下的就是这个Magic Prom 魔法提示词 如果选择On 也就是打开了魔法提示词 那系统就会完善我们的提示词 生成的结果呢 就不会完全按照提示词来了 所以这里我选择关掉这个魔法提示词 点击Off这里 接下来就是生成图片的尺寸 我选择一个16比9的 点开下拉框 也会有其他尺寸可以选择 Model 模型 选择IDgram最新的2.0模型 接下来是调色版 也就是我们可以自定义图片的配色方案 同样是点开下拉框 比如我觉得这个绿色的就蛮适合万圣节风味的 这里的红色橙色就比较适合圣诞节的氛围 我选择Auto让系统自动生成 设置好之后点击Jenoway等待图片生成 每次会生成4张图片需要两个积分 每天会有免费的10积分 也就是可以生成5次一共20张图片 OK怎么样 生成的4张图片呢都非常有万圣节的感觉 单击点开图片 挑选合适的 我觉得第二张的话 它的表情特别丰富 来到页面的右上方单击一下三个点 把图片download下载下来 还可以点击这里的Remix按钮 用图生图的功能来生成其他场景 把图片下方的图片权重调高一点 图片权重来控制角色一致 每款工具模型不同 所以在权重的数值上呢也会有不同的设置 大家可以分别试试80和40 看看哪个数值呢会人物更加的一致 OK清空一下提示词描述一个新的场景 一轴外观保持不变 它走到古老的城堡门口 拿着一把锋利的镰刀加上一些元素 诡异的路灯天空里面乱飞的蝙蝠 同样生成的图片风格呢是realistic现实的 OK点击Remix按钮等待图片生成 OK这几个构图都非常好 我已经想到后面我要生成一个怎么样的视频了 就是这个女僵尸呢她要拿着镰刀跑着进城堡里面 还可以配上一些嘶吼大喊大叫的声音 这几张图片近景和远景还有城堡门口看到里面的景色都有了 接下来可以使用海洛AI来进行图片生成影片 把图片导入进来 跟海洛中文版不同 今天用的是海外版本 它支持邮箱登录 并不需要手机号来收取验证码 同样也支持提示词中文输入 新的用户呢有免费三天的无线使用 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大家都可以去试试 比如可以生成这样一个影片 它有一个大大的邪恶的微笑 烟从南瓜里冒出来 灯光闪烁 它举起了南瓜 来到右下角可以打开这个提示词的完善功能 但是如果你想要生成的结果 更加遵循我们的文本输入 那就把这个功能关掉 OK点击这个生成按钮需要30个积分 感觉它的手也被融化了 看来这个南瓜很烫手 而且笑容也很恐怖 它身体的前倾后仰 还有头部的一些肢体动作都特别有氛围 等我后面教大家生成一些音乐和背景音效 大家肯定会被吓到 OK把这个影片下载下来 接下来教大家做长影片的方法 截取影片最后一周来做后续的下一个连贯场景视频 并且会告诉你们怎么设计声音让女僵尸在讲话 Easy GIF这个网站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在Video to GIF底下选择Video to JPG 然后把我们刚刚下载的影片导入进来 再往下拉 点击上传这个影片 OK影片上传过来之后 点击Convert to JPG 就是让它把影片里面的每一帧转换为图片 拉到最底下 OK像这一张就是这个影片的最后一帧图片了 又集图片另存为 再回到海螺AI 把图片导入进来 OK可以输入文本来生成下一个场景 比如它开始溶解在泥土里 点击生成 OK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溶解的 怎么样后面的场景也一下子变成了废墟 OK把影片下载下来 用同样的方法 我们还可以继续再做第三个场景 只要截取到影片的最后一帧就OK了 OK同样的把最后一帧图片保存下来 回到海螺 这个场景呢 我就想生成一些蝙蝠在空中飞 蝙蝠在黑暗的天空中乱飞 许多巨大的雕刻南瓜诡异的跳动着 OK点击生成影片 如果网络不好的时候 生成一则影片大概需要5到10分钟 一般白天就不需要排队 免费用户可以同时生成三则影片 OK女僵尸溶解变成灰烬 蝙蝠飞来了 南瓜们也烧着了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把ID鬼 生成的一致角色图片也转为视频 再提取最后一帧 生成下一个场景视频 女僵尸没有消失 她出现在了古老的城堡面前了 这样一则完整主题故事的小电影小剧场就做出来了 我们再来让这个女鬼说一些恐怖的话 比如害怕了吗 害怕也没有用 OK下面我会用到 Eleven Labs的一些新的功能 自己来设计声音 它是一个新的突破 只能选择现有配音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来到最左边 点击Voice 它是支持中文文本来生成声音的 点击这里的添加一个新的声音 然后来到Voice Design 声音设计单击一下 有两个输入框需要我们填写 第一个输入框就是Prom提示词 可以理解为你想要生成什么样的声音呢 就用文本来把这个声音描述出来 比如我刚刚的影片是关于女僵尸的一个小故事 那她的声音应该就是刺耳的高音间笑声 像玻璃破裂一样 让人毛骨悚然 OK 第二个输入框呢 就是Test to Peril 就是你想要这个声音说什么文字 你就把它输入进来 这里最多可以输入一千个字 如果你没有想法的话 那就可以借助XLGBT 问她女僵尸会说什么样的话 让人害怕的200个字左右 你不该来这里 这里是我的领域 你听见了吗 他们在叫我 我不能让你离开 OK 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就再让它重新生成就好了 再回到Eleven Lab 把说话的内容粘贴过来 然后点击下面的生成 把这个恐怖的声音生成出来 一共生成了三个结果 我们来试听一下 你以为自己安全了吗 真是天真 嘻嘻 嘻嘻 她为什么要喊嘻嘻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能要把嘻嘻 嘿嘿删掉了 她可能还不会表达中文惊叹的词 再来看看第二个 我无所不在 无论你走到哪里 我都会找到你 小心 我就在你身后 怎么了 害怕了吗 默默 可是这才刚刚开始啊 我可以看见你的一切 你的恐惧 你的恐惧 你的战斗 你的无处可逃 逃吧 去试着逃啊 越是挣扎 越是好玩 这个声音太低沉了 我要的是尖锐的声音 再来看看第二个 你以为自己安全了吗 真是天真 兮兮 我无所不在 无论你走到哪里 我都会找到你 小心 我就在你身后 怎么了 害怕了吗 默默 可是这才刚刚开始啊 我可以看见你的一切 你的恐惧 你的战斗 你的无处可逃 逃吧 去试着逃啊 越是挣扎 越是好玩 这个又好像没有那么恐怖了 你以为自己安全了吗 真是天真 兮兮 我无所不在 无论你走到哪里 我都会找到你 小心 我就在你身后 怎么了 害怕了吗 默默 可是这才刚刚开始啊 我可以看见你的一切 你的恐惧 你的战斗 你的无处可逃 逃吧 去试着逃啊 越是挣扎 越是好玩 你以为自己安全了 请请请 看来我们还要再往上一下提示词 直接加上角色女僵尸的声音 女鬼一样刺耳的高音尖叫声 还有缓慢恐怖的声音 OK 再来生存看看 害怕了吗 默默 可是这才刚刚开始啊 我可以看见你的一切 你的恐惧 你的战斗 你的无处可逃 是这个样子了 嘶哑呐喊 逃吧 去试着逃啊 越是挣扎 越是好玩 哇 这个声音让我起鸡皮疙瘩了 喜欢哪个声音呢 就把它选中 旁边会打勾 往下拉 点击确认 然后可以给它命名 女僵尸 然后语言这里呢 我们可以填一下中文 可以再添加一个描述 口音 台湾 性别 女 年龄 中年 description呢 就可以保持不变了 然后save voice保存它 敲转到voice主页面 可以看到女僵尸的声音 点击use 在输入框这里输入文本 就可以让女僵尸说出指定的话了 声音有了 再来教大家怎么样免费获取 免版权的音乐和音效的方法 那我们可以在pizzabay这样的免费素材网站上 搜索到你想要的音乐和音效类型 在这里提供了超过500万的 免版税图片和视频 还有音乐和音效 在下拉框这里单击一下 选择音乐 只需要在输入框输入简单的词 恐怖尖叫 它就找到了60多首恐怖尖叫的五版权音乐 往下拉我们试听一下 像这首它就叫万圣节暗黑钢琴 怎么样还不错吧 能用到我们的影片里面 再来听听这首恐怖与悬念 行特别好这一首 把它右边下载下来 这里弹出的就是作者的信息 我们可以把它插掉没关系 同样我们可以搜索恐怖尖叫的音效 在下拉框这里选择音效 它也帮我们搜出了68种恐怖尖叫音效 来听一下 OK这个有点短了 像这个就有一种追赶的恐怖氛围在 音效的话我们可以多下载几个 在剪辑工具上把影片背景音乐还有声音都导入进来 就可以制作我们一个完整的影片了 播放给大家看一下 你以为自己安全了吗 真是天真 我无所不在 无论你走到哪里 我都会找到你 小心 我就在你身后 可是这才刚刚开始啊 我可以看见你的一切 你的恐惧 你的战斗 你的无处可逃 每当你挣扎的时候 我就能感受到你的绝望 那种情感对我而言 比任何猎物都要美味 或许你会试着寻找帮助 告诉他人你的恐惧 但他们能怎么帮你 你所以来的每个人 都是我精心编织的网络中的一部分 怎么样 大家快去试试吧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成果看法 未来我也会介绍更多最新的模型和人工智能新的玩法 给到大家 记得点赞订阅和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的精彩 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我们很快再见 拜拜